这里就是安徽最大的无人村 坐落于崇山峻岭之间 曾因盛产皇家共居而泥洋死海 可就在世纪年前 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 原本平静的金竹岭村 一夜之间暗下暂停键 全村几千人突然从这里搬走 留下四百多栋废弃房子 无人敢居住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处都是断地残垣 一片惨不忍睹现象 仿佛走进叙利亚废墟之中 有的楼房就算是没有崩塌 也支离破碎 究竟是何原因让村民弃房离去 走进这神秘的无人村 一步一惊心 如果你晚上刷到或者胆小 请速绕道 否则我怕影响到你的睡眠 带着种种好奇 今天阿诚独自一人 走进无人村一探究竟 为你揭开神秘的面纱 视频拍摄不易 感谢大家点赞支持 这个神秘的无人村 它有电邮网络 那里有信号塔 而且交动也很便利 下面三角下就有一条高速 这里全山峻岭 四周都是大山 那么我背后 那一栋栋房啊 楼房啊 它一山尔卷就好像是 把安飞的小布达拉弓一样 那么啊 大概 有四百多栋 房子 有一千多元吧 一夜即将按下暂停 叫全村路宿撤离 阿诚啊 先用无人机拍一下 这里周围环境给大家看看啊 准备起飞 再来 我们在这台中 就是 我们在这台中 我们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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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台中 咱们 我们俩 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看到那里没有一棵大树 你看看 长到楼顶上去了 不过这栋楼也没人记住了 不原的话也住不了多久了 大娘你好 我问一下这个村什么时候搬走的 搬走的十几年了 你上山踩板链 踩板链 那到底是什么时候搬走 你也不知道吗 人准确吗 不准确 你是不是在旧围的人 在下面那个村 你多这里干什么啊 拍视频拍抖音 拍视频拍抖音 这个村总共有多少人啊 这个地方有1000多人了 1000多人 我刚才用无缘机数了一下 有400多栋楼房 是有 谢谢啊 有这么大型的无缘村 是啊 我刚才啊 还好碰到你哦 我刚才从那村口进来啊 哇 吓死人了 这个楼房 你看很多崩塌的 一个人都没有 还好碰到你们两个 是真的挺吓人的 你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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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继续拍一下 好大这个无缘村啊 全村 啊 总共有400多栋 这个楼房 这个楼房 有的上个世纪 80年代久的 啊 80年代90年代这样的 有的呢 啊 是很早啊 清朝啊 明朝这样的 因为他的厨堂啊 老房子 那些老房子呢 就是非派这样做 很古老的哦 啊 你看看 所以都是依山而障 我们继续走进去啊 这里啊 那就是现代化这样的啊 目前这里啊 我估计应该没电了啊 撤离方向看到没有 那么 撤离就是往那个方向走的啊 每一栋楼的门坑 啊 门冲 大门都拆走了啊 之前的都拆走了 剩下的就是乱七八糟的啊 啊 一堆废区啊 虽然 没有崩塌 但是这里啊 我估计 啊 吹着时间久了 用不了多久也会崩塌了啊 啊 那么这里啊 古村 它以前 建设的家园是很好的啊 修建这个啊 水泥梯 然后啊 还安装这个富兰啊 那里也是参天大树 这里呢 已经崩塌了 这个木 还 可以哦 这里应该是猪篮楼篮 它打烂了 这个线你看看它剪掉了 是不是剪掉了 是 估计现在是没电的啊 为什么也是被这样呢 难道是被石头砸了吗 是不是有人来这里 啊 砸想用这个钢筋 然后砸呢 大家看见这个钢筋又那么小 不值钱是吧 估计啊 大家 可以大胆的设想一下 杂草重生 走进这个 神秘的 走进这个 村庄啊 杂草重生 这里有一幅人家 啊 哇 你看看 这里是新疆的啊 贴了厨栓 啊 有点薄啊 哇塞 这里呢 崩塌了 然后 然后 这个树啊 啊 穿 穿楼底了 虽然是小树 啊 一片 方良 哇塞 一片面目全非 慘不愿堵 是吧 他有的是崩塌的 有的 可能他自己组员呢 可能搬走了 然后过来捶 捶肛筋吧 有可能这样吧 啊 我们看 依法纳税 作尊法公民 这个应该是在 毛爷爷那个时代 写的啊 切大门 清索 啊 这个应该是很古老的啊 非派卷重 我们走进看看 哇塞 走进来 乱七八糟的 看不愿堵 看不愿堵 都不敢下脚啊 啊 你看看 走进来 哇塞 有一股 心里作用凉烧烧的 手啊 取鸡弥疙瘩了 一步一进行 我进来 哎我只是好奇啊 好奇 哇这里黑黑的 还好我带来有手电筒 我们看 这里应该是灶台啊 灶台 我只是好奇 有没有蛇 这些老房子我就怕有蛇 啊 嗯 上去 哇 好多古董哦 要以前农剂用的 哇塞 不算我就怕有蛇 打咬了 我是个好奇啊 嗨 拍个好奇 出来了 哎呀 走出来啊 走出这外面 终于松了一口气啊 在里面 有一种 凌争恐怖的感觉 哦 这里你看看也是 哇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从那里 那里进来 那里进来呢 就开始崩塌了 外面那个村呢 也没有人住 外面那个村我估计也是跟这里 可能不是同一个村 但是啊通过无缘去看 应该是 啊一个生产队吧 估计这里先搬走了 啊 后面那个村 也搬走了啊 这里呢 搬走了就是乱七八糟的 面目全灰 惨不用堵 就好像是 啊 好像跟中东或者十里亚一样啊 啊 发生过震争一样 很多房主啊像这样的崩塌了 就算是没有崩塌 我估计用不了多久啊 啊经过风吹雨打的啊 啊 没人管 用不了多久 这里全部 我估计全部会崩崩倒 所以说 进无缘村啊 啊不要进很危险 随时都有可能一颗石头啊 砖啊掉下来啊很可能砸到 所以说啊 在安徽 发现一个 可能是最大的无缘村 啊 一般人不敢进来 否则难免发生意想不到的事啊 就是这样 哎这有个人 大叔你好 你是不是这本村的 对我本村的 是本村的 哎 这个村叫什么村啊 叫金竹青 金竹 你在这里生活了多久啊 我住在这个生活 你就住在这个村中啊 哎 不是说全村搬走了吗 搬走我们没去 我们没去啊 他们搬到哪个地方去了 搬到那个边境 离这里还有多远 可能五里路吧 五六公里 嗯 也就是说全村撤离 从这个地方搬到外面 就离这里啊 还有五六公里 那么这位大叔啊 他就没搬走 只有少部分没搬走 一人住在这个无缘村啊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是是是是 是啊啊谢谢你啊 也就是说这个无缘村 坐落全山峻岭之中 这里啊应该是王山的啊 啊啊 主脉啊 主脉 然后啊这里啊 穷山峻岭 这里 是 没有水稻种的 他们都是种茶为生 对吧 种种茶去 他们种茶为生 以前在明朝清朝的时候种茶 啊 叫那个叫贡茶啊 上贡给朝廷上贡 给王上的 他们以茶吻名全根 但是随着后来啊 历史的演变时代的变化 也就是说这个村庄啊 以前可能有 地质灾坏啊 有可能泥石流啊 或者山洪啊 威逼当地村民的生活 他们不得不啊 搬走了 也就是说一夜之家按下暂停键 全村撤离 你看看 撤离方向嘛 因为这里 周围的环境啊 啊 高山嘛 这里没有多少田 有可能是泥石流啊 山洪啊 所以说有安全隐犯 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安全隐犯 所以不得不得 他们就离开了家园了啊 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那那东西好看啊 这个是运动相机拍视频用的 拍视频用的 你能不能带我去上面看看 走 你走在前面 我可以去 我一个人又不敢进去 好害怕 没事 没事啊 没事 好那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好 我广东的 广东的 嗯 这个是非派将冬对吧 是啊 哦 非派将冬 我们走进去看看啊 嘿 嘿 有没死啊 啊 看见没有 王山寺第三壁文物普查 也就是说 这种 啊 古将冬啊 都 曾经被 被 列为 文物保护单位了啊 所以说 这里 是有一定的 哇塞 升官发财啊 升官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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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害怕 升官发财 见得好运 好吧 无人村的风吹过空荡荡的房屋 仿佛在诉说着一段失落的历史 虽然到处砸草丛生破败不堪 但仍能看出它过去曾经的热闹和生机 漫步在无人村的小道上 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声 每一块石板 每一堵墙壁 都承载着他们的酸甜苦辣 悲欢离合 他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曾经的家园变成一片废墟 可能会随着时间流逝慢慢遗忘 但他的故事却永远不会消失 那么油有天就开要黑了啊 准备菜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